一支鉛筆5.5元,一百支鉛筆要多少錢呢?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就是小數點的一個乘法 一支鉛筆5.5元 一支鉛筆5.5元 那假設呢,我們想要看十支鉛筆多少錢呢? 那我們以前在這個整數的乘法裡面可能有做過 就比方說,一支鉛筆兩塊錢好了 一支鉛筆兩塊錢 那十支鉛筆呢,我們是不是就把它乘以十 十支鉛筆呢,就把它乘以十,就會變成二十 二十呢,其實就是原本如果一支鉛筆兩塊錢呢 兩塊錢我們把它看作是二點零元 二點零元 好,那十支鉛筆的話呢 事實上就是把它的小數點的位數呢 往右移位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是十進位嘛 所以我們把它乘以十的意思呢 就很像是把它的小數點往右移位 所以呢,二點零小數點往右移位 就是變成了二十 跟剛剛計算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呢,從這個概念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一支鉛筆是五點五元的時候呢 十支鉛筆,我們是不是一樣呢 也可以把它的小數點往右移位 十支鉛筆小數點往右移位呢 也就是五十五元 五十五元呢 我們事實上 好,我們可以看作是 一開始是五點五零元 五點五零元 那小數點往右移位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五十五點零 五十五點零元 五十五點零元呢 我們試著在這個零呢 後面再補上第二個小數位數零 好,假設它是五十五點零零元 這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呢 我們看到一百 我如果知道,要知道一百支鉛筆 一百支鉛筆呢 它事實上呢 就是把五十五點零零元的這個小數點呢 再往右移位 比原本的這個乘以十呢 再往右移位 所以呢 是總共 如果要從這個 一支鉛筆五點五元來看呢 它就總共會移了兩個位數 所以呢 所以說 五十五點零零元呢 小數點往右移位 就會變成五百五十點零零元 五百五十點零零元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一百支鉛筆的話呢 它的價格是五百五十元 五百五十元 那 我們試著用 以前的這個乘法來做做看這一題 呃 以前的乘法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呃 五百 呃 一百支鉛筆 我要一百支鉛筆 一支鉛筆呢 是五點五元 所以我把兩個做相乘 我就可以知道說 一百支鉛筆多少錢 好 那所以呢 這邊 呃 這邊呢 它這個小數的乘法呢 我們試著先 忽略這個小數點不看 也就是我們試著看 呃 我們試著計算 一百乘以五十五 那我們之後呢 再把小數點加回來 所以呢 我們試著看一百乘以五十五的話呢 五乘以零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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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乘以一等於五 好 這邊一樣 五乘以零等於零 五乘以零等於零 五乘以一等於五 好 再來呢 把兩個式子加起來 這邊呢 可以補一個零下來 因為這邊是空白的 那因為零加零 就會是零 這邊也是零 這邊是零 這邊是五加零是五 這邊也是五 好 再來呢 我們把這個數字的部分 處理完了 我們來看小數的這個部分 小數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小數點的後面有一位數 小數點後面有一位數 小數點後面有一位數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答案上面呢 一樣是要把這個 小數點後面有一位數這件事情呢 拉過來 所以呢 原本五五零零 它的小數點在這 那小數點有一位數呢 所以這個小數點 必須往左移位 就會變成 五百五十點零 五百五十點零 也就是五百五 五百五十 好 跟剛剛的這個 上面的一百隻鉛筆 五百五十的答案是一樣的 所以一百隻鉛筆五百五十元 所以再用一塊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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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